课堂 Bonjour à tous,各位同学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课堂当中,我是Leonie老师 今天呢,我们又要启程去一个新的目的地了,要去哪里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一幅图,是不是非常的漂亮呢? 这也是一个旅游圣地,一个位于南太平洋的小岛 在这两年呢,更可以说是和马尔代夫一较高下的旅游热门目的地呢 这里的关键词是蓝天,碧海,草群舞,黑珍珠 那它究竟是哪里呢? 嗯,它的名字叫Dai Di Dai Di,塔西提岛,也有地方翻译成大西地 那我们注意它在法语当中的发音,字母A是不发音的 Dai Di Dai Di 那我们的法语世界之旅,为什么要去这个地方呢? 因为大西地,塔西提岛 它所处的法属玻璃维亚群岛,可是我们法国的海外属地哦 这里的官方语言呢,自然也是法语 怎么样?法语的用处真的不少吧? 那我们一起来到了这一个碧海澄澈,风景秀丽的地方 欣赏美景的同时,一定也会想给远方的亲朋好友寄取一张明信片 来分享自己的喜悦 那我们这一刻当中的主角小刘也是这么想的 这不,他也给他的朋友鱼莲寄取了一张带着和煦海风气息的明信片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上面都写了些什么吧 嗯,这就是小刘寄给鱼莲的明信片了 他都提到了一些什么呢? 一起来看一看 开头呢,自然是打招呼的用语 Salut, Julien Julien,你好 嗯,那这个Salut是什么意思呢? 学过语音课的同学一定对他非常熟悉了 其实呢,Léonie老师在之前几次课的开头也有提到过哦 Salut Salut 它也是一种打招呼的方式 表示你好的意思 那这个Salut和Bonjour,Bonsoir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和那些比较正式的招呼方式相比呢 Salut显得更加的随意一些 更适合用在相熟的朋友之间 说起来呢,也显得更加亲密 那现在Léonie老师和大家可以说已经非常熟悉了 所以以后我们不管是在课上还是在课下见面 都可以说Salut了 那Salut和Bonjour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不仅可以用在见面打招呼的时候 表示你好 如果是约会结束,两人告别的时候 也是可以使用Salut的 那这个时候呢,它所表达的意思就是再见 所以Salut这个词呢 在相熟的朋友之间可以说是非常常用的 来,再跟着我一起念几遍 Sal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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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这里的sui和a之间,我是有连诵的 Salut Salut 那么我们也可能听到不连诵的情况 Salut Salut 也是有可能出现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认为它是自由连诵 就是连不连都可以的 那刘女老师呢,比较习惯于这个地方连诵 我现在正在大西地 我现在正在大西地 这个组合我们已经认识了 意思是 我是 谁是谁 我是哪国人 或者我正处在什么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那么在这个句子当中呢 还有一个大地 名词 这是我们刚刚介绍过的本次旅行的目的地了 大西地 所以我们唯一可能感觉比较陌生的呢 就是je suis和大地中间的这个a 它是一个代词的a 那么大家应该很好理解 它呢,是一个介词 可以用来表示在某个地方 a a 所以我们如果要表达自己在某某城市 就可以直接用je suis the 加上城市的名字 来表达目前我自己所处的一个方位 比如 嗯 有些同学说 我在北京 je suis the bacon je suis the bacon 法国人叫北京呢 更加习惯于用bic 这个名字 也有可能用北京的拼音 那这两种词形呢 我们都可以记一下 je suis a bacon 我正在上海呢 上海也有可能出现两种拼写的方式 那区别就是在于最后的这个字母1 上面是一个点还是两个点 嗯,两种方式都是有的 这也说明呢 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城市 法国人是比较熟悉的 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出现过命名 上海 上海 嗯 那如果是我现在在法国的城市 我在巴黎 je suis the Paris je suis the Paris 或者呢我们也可能在 Gana je suis the Gagne je suis the Gagne bon, très bien 很简单,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学到了 法语当中的这个介词 a 可以用来表示 在某某地方 尤其是会用在一些城市的名字前面 所以我们如果要表达自己在某某城市 就可以直接说 je suis the 加上城市的名字 那么小刘说了 我现在正在大西地 je suis the Taiti 那这里的状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la mer est belle 大海 非常的美丽 la mer 大海 嗯,我们可以看出来 在法国人眼中呢 大海 也是有着和母亲一样的胸怀 是一个阴性的名词 嗯,大海就像妈妈一样 la mer 那么大海是怎么样的呢 elle est belle belle belle是一个形容词 它是漂亮的 美丽的 那么它也是一个阴性的形式 所以呢,我们除了说 la mer est belle 还可以说什么东西是很belle的呢 比如说,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一句话 la vie est belle 生活十分的美丽 la vie est belle bon,所以我们就认识了belle这个形容词 它可以用来形容阴性的名词 表示漂亮的、美丽的 那我们接着看课文 下面的这一句呢 可能会有一点难了 j'aime les restaurants et les plages 我们先认识一下句子当中的两个名词 那首先从贯词判断呢 这里都用的是负数对不对 一个是 les restaurants 饭店 restaurant 嗯,它的评写方式和英语里是一模一样的 restaurant 还有一个呢 les plages les plages les plages 也是一个和英语评写一样的词 那么大家可以猜一下它的意思 就是海滩 les plages 诶,因为这里都是用的附数的形式呢 我们没办法从贯词来判断它们的词性 那如果用单数的形式呢 大家仔细看 le restaurant le restaurant le restaurant la plage la plage 餐馆是阳性的 海滩是阴性的 那我们把这两个词连起来 les restaurants et les plages 餐馆和海滩 那这里的a呢 就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连词了 and 和 好 那我们读懂了 句子当中的名词 也就是宾语部分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句子的主语和谓语了 它的主语和谓语连在了一起 gem 是什么意思呢 它表示 我喜欢某某东西 我爱某某东西 嗯,我们要看出来 这个gem呢 它是re和m的声音形式 je 我 aime 喜欢 j'aime 我喜欢 j'aime 我们要不要尝试着自己来做做看变位呢 当然 雷老师会给大家一些提示 提示就是复习一下我们之前学到的那两个动词 都是以er结尾的 一个parler 一个regarder 他们的变位形式 这次呢 我们带上新学的il和elle一起来做 首先是parler 说 me呢 大家可不可以尝试着自己来做做变位呢 应该是rem,duem,elem,elem 还有一个vous aime vous aime 嗯,那这样呢大家就会发现有规律可循的话 其实这个动词变位是非常简单的了 只不过呢 aime有一些特殊 因为它是以圆音打头的 所以呢 和je要省音 jem 和il el呢 要有一个非常自然的联音 ilem,elem 和vous呢 则要有一个联诵 vous aime vous aime 嗯 也许一些有心的同学呢 就会想到法语里的那句非常经典的 我爱你 je d'aime je d'aime 其实它也是用到了me这个词哦 只不过呢 我们法语里的语序有一点特殊 不是我 je 爱 em 再加上你 它的顺序呢 是我 你 爱 je de em je d'aime 那至于原因呢 我们很快就会学到了 今天我们可以先记住这个句子 我爱你 je d'aime je d'aime je d'aime 那在我们的课文当中呢 小刘说的是 je d'ai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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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这里的饭店和海滩 c'est super 嗯 真是棒棒的 c'est super 这是一句比较口语的感叹啦 表示太棒了 c'est 我们已经很熟悉了 c'est c'est super 可以用在口语当中 表示 极好的 非常棒的 顶呱呱呱的 c'est super 真是太棒了 嗯 最后呢 他还说了一个什么 biz biz 只有一个复数的名词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如果去字典里查 会发现biz 一个阴性的名词 它指的是 稳 而它呢 经常出现在 比较亲密的人之间的信件 或者邮件的最后 那如果用现在最流行的话来翻呢 就类似于 我们在信件邮件的最后 把正式都说完了以后 来一个m'mada 而且呢 我们还经常会使用它的复数的形式 也就是有很多的m'mada 不止一个biz 那当然了 我们要了解 它一般都是在比较亲密的人之间 才会使用的 好 最后呢 则是它的落款 流 我们的小流同志 OK 那在了解了明信片当中的语句 所包含的意思之后呢 接下来 大家再跟着老师一起来读一读 Léo Salut Julien Oh Bliss 嗨 你 你 你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